漂亮后妈挥挥小手 70岁的富豪大叔就被收入囊住 现如今他正要带着 从前夫那顺来的女儿住进这栋豪华别墅 从此这个女孩就有了两个妈妈三个爸爸 阿花大概就是备受上苍宠爱的小小姓女儿 虽然亲生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但父亲老黄一直对阿花很好 不仅如此 为了弥补阿花缺失的母爱 老黄还给她找了个漂亮温柔的后妈 这天阿花刚放学回家 一打开家门 就被眼前各式各样的玩具和挂件给吸引住 毕竟哪有小姑娘不喜欢这些可可爱爱的东西呢 就在这时一阵温柔的嗓音 从阿花的背后穿来 望着眼前的漂亮阿姨 阿花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 好在世元对阿花是真的好 因为生病 世元丧失了生育能力 因此本就渴望有个女儿的她 对阿花宛如亲生 动不动就是带着她去买买买 穿世毛的衣服弄可爱的造型 对于世元 阿花也是满满的好感 所以很快她就同意了老黄和世元的婚事 婚后的生活也是说不出的幸福美满 自打小朋友们知道 阿花有了温柔漂亮的妈妈 也纷纷跑到阿花家里做客 有了世元的存在 整个家似乎都不一样了 直到这天一家三口一起去游乐园 就在捡人干饭的时候 老黄突然公布了一则消息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他打算带着世元和阿花 一同前往巴西生活 本来一面也算是件好事 但世元听后却非常的抵触 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前往完全陌生的地方 并且很气愤于老黄的自作主张 然而令老黄意外的是 面对自己和世元两人 阿花竟然选择跟世元留在了日本 原因是不想跟日本的朋友们分开 可自打老黄走了 世元带着阿花的日子 突然就变得十分艰难 到底世元自己也只是个年轻姑娘 不会洗衣 不会做饭 不会做家务 就连煎个鸡蛋都差点炸厨房 那时候年幼的阿花 自然不懂她的不容易 每当那种时候就会哭着喊爸爸 世元告诉阿花 越是这种时候就越是要笑 因为笑容能带来好业 驱散掉不幸的事情 也就是有世元这么乐观积极的性格 才造就了长大后阿花的坚强 但世元这人真就是富贵蜜 只能过好日子 家里都快穷得揭不开过了 自己和阿花的衣服 还是忍不住买买买 所以娘俩的日子 那真是过得越发紧巴巴 不过尽管日子一般 但娘俩的关系却越来越好了 这天阿花想找学校里的朋友们一起玩 但朋友们都因为要上钢琴课而拒绝了她 对此阿花有些小失路 她突然也好想学钢琴 想到钢琴一个个美妙的琴见阿花 就不由的舞蹈起来 回到家后阿花对世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也想学钢琴 但钢琴这玩意 不管在什么年代 都不是啥便宜货 对于本就贫困的生活而言 显然是没条件学钢琴的 渴望着阿花失望的小表情 世元决定一定要让阿花圆梦 于是她重新穿上战袍 靠着卓越的美貌和身材 再度在相亲场上打杀四方 要说这美艳娇娘在哪不吃香 她可是世元里美恩 所以过不了多久 世元就吊上了一条富得流油的大鱼帽树 随后极为迅速地将阿花接近了大别墅 而大别墅里最重要的角色 自然是阿花心心念念的钢琴 要说这帽树也没啥不好 除了年纪大了点 别的都是满分 有了帽树的资助 娘俩再也不用为所谓的面包发愁了 整日待在偌大的别墅里吃吃喝喝 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潇洒 阿花也如愿以偿地 在名师的教导下学会了钢琴 可到底是上流社会的生活 多少还略带了点拘谨和法语 所以没待多久 世元就觉得无聊了 用她的话说 感觉在待下去人都要窒息了 然而她俩实际上 财住了仅仅一个月而已 因此过不了多久 世元留下了一张便条就离开了 好在茂树也是个好人 就算世元走了 也依旧将阿花当作亲生女儿一般对待 对于阿花的偶尔任性也是百依百设 不过还是很兴请世元回来的购集师 不然茂树大敌也是哄不住孩子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不告而比 世元只是解释最近过的 太门出去逛逛走走了 但没过多久 世元又看上了新的男人 这回是一个东大毕业的男人 国人世元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各色男人都能快速收入囊中 所以没过多久 他又又结婚了 但比较离谱的是 直到婚礼当天 阿花才跟新男人森哥见面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阿花 森哥也是一整个蒙住了 结婚之前 他完全就不知道 世元有小孩这件事 可对此世元却表示 可能是自己忘记说了 要跑的话 现在也还来得及 还真是个大胆的女人 要说这森哥也是心大得很 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平复心情 随后立即挂上了笑脸 好吧 时间过得很快 石元不在的时候 森哥一直都扮演着好父亲的角色 将照顾阿花作为自己的责任 森哥每日都为阿花 准备各式各样的漂亮便当和美味料理 甚至决定在阿花20岁之前绝不饮酒 原因是以免阿花生病自己不能够好好照顾她 你听听 这样的好父亲别说不是亲生的了 就算在亲生父亲里 也得提着灯笼罩 在森哥的悉心照料下 阿花渐渐长大 但她始终觉得 森哥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她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比如重新娶个老婆之类的 两人虽然一直以妇女的身份生活 但实际上 比起妇女 两人的相处方式感觉更像好友 长大后的阿花依旧对钢琴有着无限的好感 她加入了学校的钢琴协会 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也认识了一个有着迷智魅力的男性左腾 靠着精湛的琴棘 和有那么几分姿色的连带 阿花不由地开始暗恋左腾 一来二去的 左腾似乎也对阿花有了不少的好感 但年少时的欢喜 总是因为一些误会而错过 毕业以后阿花决定独自生活 因此租了个小公寓自己住 对此森叔没说上 一个好的父亲会永远支持女儿的决定 但因为森叔的影响 阿花放弃了曾经朝思暮想的钢琴 转而爱上了料理 她找到一家不错的小餐厅 开始大展拳脚 也开始慢慢地积累经验 就在这天送外卖的时候 她再度遇上了活在她记忆深处的左腾 这次两人可没再错过了 实际上左腾也喜欢阿花很久了 在两人互表心意后 立马就坠入爱河打开甜甜的恋爱模式 而且还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一种 对于这个朝思暮想终于到手的恋人阿花 很是高兴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森哥 但森哥不乐意了 他以前就不喜欢左腾这个臭小子 为了展现自己的决心 左腾每日都会来森哥的公司门口堵人 找到机会就想给他洗脑 靠一个父亲 真是比把妹都积极 可森叔也是执拗得很 死活都不同意 对此情况阿花突然想到什么 他带着左腾去拜访了自己的所有父母 首先是茂叔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一直都很想念阿花 看到阿花将自己当作父亲 一般来拜访自己更是说不出的高兴 这第一关显然是过了 紧接着是老黄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老黄没有一刻不再想阿花 他给阿花寄了很多很多风险 但因为石原不想失去阿花将信都藏了下来 直到现在石原才将信还给了阿花 可这时的阿花对老黄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 那残缺的父爱 也早就被别人的爱填上了 但出于礼貌阿花还是拜访了老黄 现如今的老黄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望着记忆里那张熟悉又陌生的小脸 老黄只觉得有些恍惚 阔别多年没有见面 但似乎一直都不曾改变 如今阿花带着左堂前来老黄自然高兴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第二关也过了 紧接着轮到阿花的亲生母亲了 两人一同前往母亲的坟前祭拜 虽然阿花的人生 他一直没能参与 但对于阿花而言 有了他才有了阿花的存在 在两人祭拜的时候 森哥突然也出现了 原来他每年也会来这里一趟 给这个素未蒙面的女人送上一束鲜花 借此来感谢他生下了这么好的阿花 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 这么诚心诚意的想要走在一起 森哥也终于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接下来似乎只剩下一个人了 那就是消失已久的石原 阿花对石原的感情是最为深厚的 他太想石原能参加他的婚礼了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同时 一个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实际上石原并没有丢下阿花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其实很早之前他便已经离世了 一直以来石原都身患疾病命不久已 但他不想让阿花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一直都在隐瞒 包括不想跟老黄去巴西 实际上只是担心自己的病情 在国外会更加恶化 跟森哥分开也只是为了不想拖累他 石原生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 其实是茂树 也好在茂树的经济实力 确实不容小觑 才让石原的生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他从茂树的口中得知 阿花马上就要结婚的喜讯时 更是说不出的高兴 突然就变得很有活力 阿花不知道是 他大学毕业最后的晚会 实际上石原也赶来了 只是那时的他已经因为化疗而变得尤为憔悴 他不愿意让阿花看见自己这副模样 因此藏在了最角落 得知真相的阿花忍不住泪流满面 最后阿花的婚礼上 几位父亲都到达了现场 森哥作为父亲的代表 搀扶着阿花迈进了婚礼的殿堂 而茂树也拿着石原的照片 带着他见证阿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幕 千金愁一笑 柔情天吉许 悠悠慈母心 浪子不觉寒 性语不信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但难以否认的是 从看见阿花的第一眼起 石原就已经倾注了所有的爱 封销